各位同学 大家好 在上一个讲词里 老师已经为无言可对黄青天的作者 邓文斌的生平 事迹做了介绍 受到邓文斌到北京去避难 也在玄峰八年的八月参加了相识 虽然邓先生秉性正直 不愿意借由行贿去买通关节 以求取功名 让他避开了杀身之祸 但在那一年邓先生还是没有考得功名 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看看他对于未来可有什么打算 心目中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魅亡 邓兵回到家乡 建于安徽 江西等地的盗匪 还经常骚扰家乡 就邓高义夫和黄明县的乡亲 一起在县制的西北方 运用垒石组成的古法 盖成了万家宝 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有了可以防御到回 让生活安定的家园以后 已然无异于仕途 又有贤妻超值家务的邓文斌 除了读书 教旨 就是游山玩水或举杯陶醉 然后回到书斋拿起笔来 写起平生所见所闻 所听闻 他刻制了一颗小图章 上面写着罪梦乾坤 他给自己的书斋提示命名为 上下五千年 终肯一万里之事 那意态的潇洒 口气的豪迈 真无愧于湖北第一材质的称号 他在同志七年六月 给自己画了一张图像 叫醒碎图 他完成一本书 叫醒碎路 而后送给亲友 请大家给他批评指教 他在亲友有人说他 为公行也公常睡 两眼朦胧 天地醉 为公睡也公常醒 双瞳碱水 耿如心 意思是 如果要说先生 人是清醒吗 好像不是 因为我每次有事去找您 都经常遇见您在睡觉 我只看见您 两只眼睛睡意朦胧 一副天地完全沉醉的模样 如果要说先生 人是沉迷在睡梦中吧 好像也不是 因为我每次跟您说话以后 你经常都脑筋清醒 两个瞳孔立刻可以剪开秋水 也就是穿越眼睛 蹦射出如同星光一般的明亮光辉 有人叹气说 虚皆夫 此为法突不依老人 大半是愤世嫉俗 意思是 哎呀呀 这一位此呀动摇 头发光突的不依老人 干嘛要说这么多话 我看他 这么多话的原因 多半是恼怒于整个时事的 萎靡不振 痛恨于社会风气的日渐败坏吧 更有人整顿衣上 恭敬地说 先生患事俱苦心 失从脑后下金针 编语定晚一支笔 嬉笑入骂货胸襟 学富五车才八斗 闭门著书 岁月久 三十万眼如南西 百怪千奇无不有 意思是 先生满腔热忱 很辛苦地想要唤醒天下沉醉的人心 想从人的脑后穴道直接刺下金针 让人能够一针清醒 他用手上的一支五彩笔 想去欠借世人 避开愚蠢 想去盯正世人的固执 他借由嬉笑辱骂的不同方式 把心中叠击的话语都鲜泻出来 他的学士丰富 才华很高 再加上长久关在屋子里专心写书 所以才能够写成这一部醒碎录 今天我阅读这一部三十万字的醒碎录 就好像近代的温教 在牛主机燃烧犀牛角照腰一样 我也看到当今世上千奇百怪 无所不有的诡异现象 这些题词都把邓文斌 其忍其书描摹的淋漓尽致 邓文斌照单前说 把他们都摆尽省碎录里 我背后人在反而而笑之余 也不妨细心阅读他 凝聚半身文件以彼端的作品 以领悟那治理行间 所蕴藏的千言万语 说完作者的生平事迹以后 老师为本篇文章做一个导读 本篇文章选自省碎录 并且做了校定 当年所以购买省碎录 是为了返乡扫墓 预备在火车上阅读用的 婴儿惊鸿一瞥 在三十多年后 几乎太半了无印象 只记得有一位很性格的青年官吏 他用慈悲心肠叫化了一名小偷 因为省碎录的内容相当博杂 其中有不少怪力乱神的记载 使我长久以为 他只是一部南登大雅之堂的 乡野传奇罢了 直到有一天 我要找寻胡林毅 担任湖北巡护的相关资料 无意间碰触到麻城县制 脑海里素呼散过一个印象 那一件连厉感化小偷的故事 好像就发生在麻城 于是我信手翻页 没想到竟能在里面找到相同的记载 而且还有这位官吏的真实姓名 让我终于确认 这不是传奇小说 而是记载事实的文章 随后我把《醒碎录》重新阅读 发现过去我所认为是怪力乱神的文字 有些是作者自然科学知识 例如对龙简峰的认知不足 有些可能是争有其事 而这些怪事是当今科学家 还没有能够解读的 并不是全无阅读的价值 此外 这本书对于太平军室内百姓的描绘 可说是斑斑雪裂 令人不忍足读 我姑且截录一段文章 让大家来品味 这段文字是作者的著家 被太平军浑烧 他被迫西家带卷逃亡北京 却又忍不住对离家乡的思念 在四个月后 独自从北京 悄悄回到黄梅县的老家 他这样说 到达老家的时间 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钟 夜深人静的半夜了 整个空荡荡的山上 看不到人的踪击 老家的四周 长满着棚蒿和潦草 连门前的小鹿 都被这些野草覆盖了 我只看到两只狗 趴落在焦黑的土地上 他们彼此用吠叫声 互相应答着 忽然 他们听到我的咳嗽声 两只狗非常惊讶高兴 同时狂奔而出 翘起前面的双脚 碰触我的身体 发出非常高亢的声音 好像在对我哭泣 又好像在对我倾诉 他们花风势体 嚎叫和手舞主导 仿佛一个小婴儿 离开父母很久 突然又看到父母一样 既高兴又悲伤 我很联系他们 虎摸他们的身体 他们身上的骨头 已经凸显出来 毛也树立起来 消瘦得好像一树甘草一样 作者把人和狗的互相怜爱 细腻地描写出来 假如不是具有 名包物语这种情怀的人 是写不出这么感人的作品的 政治史上的成王败寇 那是政治人物的舞台演出 然而这种演出 如果伤及了无辜的百姓 就是令人引以为耻的 恶劣行径的 像宋太祖赵邝 世人或许要说 他是捡到便宜 别人给了他黄袍加征 才拥有天下的 然而我们看他指派曹兵 率军去攻打南唐时 可是特别交代曹兵 不可以急着动用武力的 要考虑到百姓的观感 这也是曹兵 兵领城下一个月 所以迟迟不动手的原因 在《醒碎录》里 有篇小影说 作者生疑 清之末夜 治理行间 颇多封建思想 而目弘扬为逆 有无民主观念 我认为 施政应以全民利益为考量 而不是以族群利益为优先 如果打出民主旗号 却对百姓事情掠夺 那就不是值得支持 和拥护的人意之时 古人如此 金人亦富如是 所以对招作太平军 伤害的百姓来说 太平军虽然是汉人 却不配称为仁义之师 而能够解明于道悬 让人民免于 欺离止散 家破人亡的塔吉布 他虽然是满人 却真正是亡者之师 因此 对于深召太平军 深刻伤害的邓文斌 要说弘扬是悦逆 也就没有什么好塌华的 各位同学 刚刚老师说 邓文斌深遭太平军深刻伤害 他要说弘扬为悦逆 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太平军 刚刚兴起的时候 为何会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呢 这自然是清廷朝纲败坏 以至于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所造成的 倘若官吏青年 爱民如直 谁又在乎他是满人 还是汉人呢 塔吉布是满人 他的过世 人民赶伤得如上考笔 黄家穗是汉人 他担任麻臣之县 以操守连结 获得人民的尊敬 以人怀百姓 获得人民的仰慕 他的过世也让人民 垂胸顿足 痛哭失声 让他奉为神明 塔吉布是王侯 他的事迹 是由历史学家 为他编撰传世 黄家穗只是一名之县 虽然麻臣县制 为他做了记载 许他为巡礼 但有关他如何治理麻臣 如何赢得百姓的信任 尊崇以卢木 还是邓文斌的省碎录 描述得最为清楚 所以老师将他 推荐给同学来研读 相信你在研读过后 也会对黄家穗 所以被人民尊称为黄青天 具有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会对民心的向背 怀有较高层次的觉知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研读这篇 无言可对黄青天吧 麻臣县令黄公敌任时 策检而来 车在劳母已期 于建属皆徒刑 恶不义单登随之 由中庭之路 门者已为罗昌汉 边徽之 公曰 无奉喜地师徒者 而不纳也 白旧令 旧令出 亚曰 君和意含致辞也 时出下 犹豫运袍 致子其居曰 无胜不含泽 但两袖有清风儿 麻臣县令黄公敌任时 策检而来 车在劳母已期 麻臣县令黄公敌任时 麻臣是指湖北省麻臣县 位于武汉市的东北方 麻臣县令黄公敌任时 湖北省麻臣县支县黄公最新生 刚抵达任所的时候 策检而来 策检是指驱赶着 行动缓慢的驴车 策检而来 是驱赶着行动缓慢的驴车前来 车在劳母已期 驴车上带着他的劳母亲和妻子 于眷属街图形 恶仆役丹登随之 于眷属街图形 其他的眷属都用走路的 恶仆役丹登随之 丹登是指背着长柄的雨粒 如同今天的雨伞 恶仆役丹登随之 另外还有两个仆人 也背着长柄的雨粒 跟随着前来 由中庭之路 门者以为罗昌汉 并挥之 由中庭之路 中庭是厅堂正中心的位置 当他们一伙人 由县衙厅堂正中心的位置 直接进入的时候 门者以为罗昌汉 罗昌汉是指没有固定工作的临时工人 门者以为罗昌汉 警卫认为 他们是一群没有固定工作的临时工人 鞭徽之 就挥舞着鞭子 赶他们离开 公曰 无奉喜利师徒者 而不纳也 公曰 黄先生说 无奉喜利师徒者 其字是传递经令的公文书 无奉喜利师徒者 我是接奉公文 才到这个地方来上任的官员 尔不纳也 你不让我进去吗 白就令就令出 白就令警卫进去官衙 向原来的县长报告 就令出原来的县长到官衙外一看 亚约 君和意涵致辞也 亚约 很惊讶你说 君和意涵致辞也 含字解释为困穷 君和意涵致辞也 县长先生 你怎么困穷到这种地步呢 石出下 犹豫运袍 石出下 当时正是农历四月的时候 犹豫运袍 义字为动词 做穿着解释 运字解释为乱麻 犹豫运袍 黄先生还穿着乱麻资料 所制成的袍子 制止其居曰 无胜不寒泽 但两袖有清风耳 制止其居曰 这个居曰呢 是指衣袖 制止其居曰 他指着袍子上的衣袖说 无胜不寒泽 我是一个对寒冷气候 非常没有感觉的人 但两袖有清风耳 只有在两个袖子里 乘装着凉风罢了 麻素欲劳 俗脚汉 护者多骄 贫者多记 暗度冲动 有机数十年未结责 玉戏雷雷 以白鼠 政贡 积波淫万 虚意千一名 无虚宜贤 麻人初建功 寒酸壮 私相一约 此更 瓜人骨折 因就令有 剥皮之名 顾雀立之 宫皆赚三日 即苏联已停住云 要一文钱 天诛地灭 亏半点心 只绝孙王 内过毛艇一座 提起额云 三不停 为不爱淫 不寻情 不孤明也 麻素欲劳 属脚汉 麻素欲劳 麻成性的物资 向来很富足 属脚汉 但是民性 狡诈强悍 护者多骄 贫者多记 贫者多骄 有钱人经常表现出 傲慢的姿态 贫者多记 记字解释为 痛恨厌恶 贫者多记 民钱人对有钱人都很痛恨厌恶 暗赌冲动 有机数十年未截责 暗赌冲动 暗赌是指诉讼官司的文件 冲动在形容 藏书文件数量很多 暗赌冲动 所以人民互相诉讼的文件非常多 有机数十年未截责 有的案件还拖延了几十年 一直都没有结案的 玉戏累累以白俗 正共一步淫万 玉戏累累以白俗 累累解释作一个接着一个 玉戏累累以白俗 经理被击捕的囚犯 一个接着一个 总共有一百多位 正共击步淫万 公志是指被审问而招供 正共击步淫万 正被审问而招供 在弃捕的逃犯超过一万人 虚异签一名 五虚异贤 虚异签一名 虚异是指官府里的小官员和财员 虚异签一名 县压里的小官员和猜役 总共有一千多位 无虚异贤 虚异是片刻时间 无虚异贤 大家都很忙碌 没人有片刻的空闲 麻人初见公寒酸状 思相亦耶 此更瓜冷骨折 麻人初见公寒酸状 寒酸是形容人 贫穷不够体面的样子 麻人初见公寒酸状 麻城县特百姓 初次看到黄先生 穿着的贫穷不够体面的模样 思相亦耶 私底下互相议论说 此更瓜冷骨折 古字是指骨髓 也就是人民的血汗钱 此更瓜冷骨折 这位新上任的县长 如此没钱 他一定更会借机 练取财物 把人民的血汗钱 都说瓜去了 因旧令有剥皮之名 顾雀立之 因旧令有剥皮之名 因为前一任的县长 经常会借机练取钱财 人民给他冠加剥皮县长的恶名 顾雀立之 因而对于新县长 将会如何治理麻城县 大家都很担心 公接转三日 及苏联以停注约 公接转三日 这个转字呢 本来是指转体的文字 由于印章多半 就是采用转体的文字雕刻 所以后来就把印章称为转 接转就是接管印章 换句话说 就是接掌职位 公接转三日 黄先生在接任县长职位 三天后及苏联以停注云 就写了一副对联 贴在公堂的柱子上 要一文钱天诛地灭 要一文钱上年事 如果我内在的操守不够连结 敢向人民 所讨一文钱的贿赂 天诛地灭 将来就会遭受天地神明 处使的严厉惩罚 亏半点心指绝孙王 亏半点心下年事 如果我做事的态度不够正直 在良心上对人民有半点的亏劝 指绝孙王 我们黄家将来就会断指绝孙 内过毛艇一座 提起鹅云三不亭 内过毛艇一座 购置是建筑房屋 内过毛艇一座 在县衙里 黄先生还盖了一座 茅草屋顶的梁亭 提起鹅云三不亭 他给这座梁亭的匾额提了字 称这座庭子为三不亭 为不爱淫 不寻情 不孤明也 为不爱淫 意思是 做事不贪得人民的钱财 不寻情 不偏袒私人的交情 不孤明也 不求其世俗的虚名 各位同学 刚才我们说 黄先生在接任县长职位三天后 就张贴对联 向人民做表白 也盖了三不亭 对自我做期许 但他实际办公后 又有什么作为呢 我们说下去 除参牙死 忽义前约 鸟从死鸟而干 自比甘之 君等各有身家 各循生理 不必跟黄某座了从也 谨选蒲成者十六人 于皆简散 已庭前两厢 设负真述职 右供虚义 左供两兆职训则 另自窜 罗暗赌一庭 供横距一级 目处航下 首家判决 无不确计 绑出 某日逊某功 某日结某案 足照如神 须子无豪华爽 有致溃回 不带职讯而投诚 请消责 虎月月 树岸完宜 玉系空宜 积欠长宜 辅证进程虚设 出参牙死 忽虚义前约 出参牙死 当黄先生 第一次参与 县牙事务的时候 忽虚义前约 就召集县牙里面的官员 告诉他们说 鸟虫死鸟而干 自比甘之 鸟虫死鸟而干 鸟虫要吃鸟草 才会感觉甘甜 自比甘之 因为它只能从鸟草上 品尝到甘甜的滋味 均等各有生家 各寻生理 不必跟黄某座鸟虫也 均等各有生家 生家是指身份地位 均等各有生家 各位先生 你们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各寻生理 生理是指买卖 各寻生理 大家就各自找个买卖去经营 不必跟黄某座鸟虫也 不必留在县牙里 跟黄某人 当一只离不开 鸟草的鸟虫 仅选扑成者十六人 于皆浅善 仅选扑成者十六人 就从一千多名官员中 仅仅选了十六位 性情比较淳朴 态度比较诚恳的官员 与皆浅善 让他们留在县牙里以外 其他的官员 就全部给予浅善了 以亭前两厢 设斧针述食 又攻虚异 以亭前两厢 设斧针述食 斧针都是烹饪用的器具 以亭前两厢 设斧针述食 他在公堂前的左右厢房 设置了几十口烹饪用的浮针 又攻虚异 右边的浮针 提供给信牙的官员使用 左攻两造职讯则 令自串 左攻两造职讯则 两造是指原告和被告 左攻两造职讯则 左边的浮针 提供给原告和被告使用 令自串 让信牙的官员和原告被告 各自使用浮针去烧财作换 罗暗赌仪前 攻恒拒一集 罗暗赌仪前 而人民互相诉讼的文件 就排列在公堂上 攻恒拒一集 黄先生很靠在一张荒行的矮桌边 目数行下所加判决 无不确计 目数行下很快地阅读诉讼文件 所加判决 阅读清楚以后 顺手立刻加以判决 无不确计 并且没有不明确记载的 绑出某日训某功 某日结某案 绑出当判决书公告的时候 某日训某功 上面记载着某一天 询问某人的口供 得出什么结论 某日结某案 以及某一天终结某一件诉讼案件 做出怎样的判决 竹造如神 屈指无豪华爽 竹造如神 他像神领一样 对诉讼案件的真相 看得非常清晰 屈指无豪华爽 对诉讼双方的示非判断 没有丝毫的差错 有致愧悔 不带职讯额 投诚请消责 有致愧悔 有些人在诉讼的过程中 就已经自己感觉惭愧后悔 不带职讯额 投诚请消责 不用等到全部对职 讯问完毕 就主动投书 曾请注销诉讼的 虎月月 诉案完疑 虎月月 因此才过了一个月 诉案完疑 积压的诉讼案件 全部办完了 玉系空疑 积欠长疑 虎针进程虚设 玉系空疑 关在监狱里面的罪犯 全部放走了 积欠长疑 有欠官方 税前的都还清了 虎针进程虚设 原来提供给县衙官员 和诉讼双方 烹饪用的虎针 竟然成为 没人使用的百字品 亦有无奈子 名李十七则 作托儿被人送救 公夫李前曰 无相而亦堂堂丈夫 何干此没体面事 得无少资本座生涯也 曰难 节衣执金与之 于时 互有以礼送救者 公佑夫李前曰 而生涯则本也 曰难 取夫人 争而与之 亦一时 送救者如前 公招失误者谢约 黄某做官 不能化何以为好人 黄某旧也 人类而也 既旨与之 亦有无奈子 名李十七则 作托儿 亦有无奈子 名李十七则 在麻城县里 曾经有一位名叫李十七的无奈汉 作托儿 他当小偷 被人送救 公夫李前曰 被人送救 被人送到信雅里来问罪 公夫李前曰 黄先生 把李十七叫到面前来 跟他说 无相而亦堂堂丈夫 何干此媒体面事 得无少资本座生涯也 无相而亦堂堂丈夫 我看你是一个 相貌气派的成年男子 何干此媒体面事 怎么会干这种 没有光彩的丑陆事呢 得无少资本座生涯也 你该不会是缺少资金 去做生意吧 曰 然 结衣资金与之 曰 李十七回答说 然 是啊 结衣资金与之 黄先生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将他拿去典当 再把典当所得的钱 交给李十七 让他拿去做生意 于时 忽有以李送救责 于时 过了三个月 忽有以李送救责 再有人把李十七 送到衙门来问罪的 公又忽礼前约 而生涯折本也 公又忽礼前约 黄先生又把李十七 叫到面前来 问他说 而生涯折本也 你做生意 亏本了吗 曰 难 取夫人 争而予之 曰 李十七回答说 难 是啊 取夫人 争而予之 黄先生就把 黄夫人的 法针和耳环 这两样手势 送给李十七 让他拿去典当 换钱 好弥补 做生意的损失 一亿时 送救者如前 一亿时 再过三个月 送救者如前 李十七 又像过去一样 因为脱东西 被人扭送到 衙门来问罪 公招失误者谢约 黄某做官 公招失误者谢约 黄先生就把 施主找来 跟他道歉说 黄某做官 我黄某人 身为麻城县的地方官 不能化 何以为好人 黄某旧爷 不能化 何以为好人 却没有能力 敢化 全县的人民 让大家都 成为好人 黄某旧爷 这全是我 黄某人的过错 人类而也 既值已知 人类而也 我那人心 连累到 让你遭受损失呢 既值已知 就计算 损失财务的价值 自己赔钱给施主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 公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商用英文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